见到这个院子 我就决定把它租下来 这个墙 简直是我的梦中情墙 我们可太想拥有像这样的花墙了 但是现在的浴室和踩钢棚 遮挡严重 第一步 先把他们干掉 像这种扔锤砸墙的事 那必须得难过出嘛 这哥一般人 他也轮不动呢 但不得不说 房东大哥这浴室 修的是真老过 你看这顶多厚 踩钢棚摘到可以留下来 组合组合说不定 还能在外面盖个棚木记卷啥 就这运件扎的会又麻烦又费力 但再也没想到 能从天而降 一位粉丝小弟弟 就凭这以前发过的视频 就知道了我们 然后我们的那个范围之类 我就在找那个高架 我其实就很快点找 这些摸瓜的能力也可以 这何止是可以 这可是把自己送上门来的撞老李 是时候让他知道 我们是有多不节外了 这位车身运走 我们也是真没力气了 这还有最后一小间花池 我们得挖掉 把花池扩大 铁打的雅雅徐子姐 流水的帮手 今天换成老乔 您正在收看的是50倍的快速播放 其实胳膊腰杆没有一处不再酸着 清理一下现场 先用水管摆出大致方向 灵魂画手即将上场 这徒手画的弧线还不错 接下来就是要在弧线内 把水泥地给抠下来 先拿小锤把形状溜出来 再拿大锤也把水泥地全部砸掉 最后再清理水泥碎渣 搂出黑色土地 最后一车的碎渣拉完 我已经开始期待它 遍布鲜花的样子了 不知不觉又干了一天 最后我想说 这种送上来的状劳力 能不能多来一点